炸藕夹我们人人都会炸 可是调脆皮糊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不会调 有的是加面粉,有的是加淀粉 其实大家都错了 学会这个调脆皮糊的方法 保证你也能炸出外焦里内的藕夹来 大家好,这里是刘二姐美食 今天我们用莲藕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特色美食 不炒不炖不红烧 出锅外焦里内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一起来看看我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截莲藕 然后给它去一下皮 大家都知道秋天的莲藕最养人 所以这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点莲藕了 然后再把削过皮的莲藕去掉两头 从一边稍微给它切一下 这样可以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接下来给它改一下刀 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两刀尾一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切成一个藕夹的形式 我们也可以切的时候垫上一个筷子 藕夹全部切好之后 把它装在一个大碟的碗中 加入适量的长江水 水的量没过莲藕就可以了 再滴入两滴白醋 放在这里给它浸泡一下 这样可以防止莲藕氧化变黑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准备少许的肉馅 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蚝油 生抽适量 一点点味精 一点点食肉盐 一点点白糖提鲜 再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一直把它搅打上劲 能爆成团 最后把我们提前切好的葱姜倒进来 再次用筷子充分的把它搅拌均匀 好了 我们一直把它搅拌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调一个脆皮糊 加入50克的面粉 再加入50克的淀粉 面粉和淀粉的比例是1比1 然后再打入一个正宗的母鸡蛋 先用筷子充分的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再分少量多次的往里面加入清水 然后就像这样用筷子不停的给它搅拌 最后我们一直把它搅拌至用筷子调起来 丝滑不断流 像酸奶一样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加入食用油主要是起到外皮酥脆的效果 再次用筷子充分的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像这样我们的脆皮糊就调好了 好了 这会儿我们的莲藕也泡好了 然后下手给它洗一下 洗去莲藕表面的淀肥 洗好之后 然后把它捞出 放到瘤豆的清水下面 再给它清洗个两三遍 莲藕清洗好之后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莲藕是不是特别的洁白如玉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准备塞肉馅 拿一个藕夹 然后给它掰开 放入适量的肉馅 放好之后 再用手轻轻的给它压一下 好了 像这样一个生配就做好了 好了 所有的藕夹生坯全部做好之后 摆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烧制六成热 用筷子放进去迅速冒小泡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调成小火 这回我们拿一个做好的藕夹生坯 放到我们调好的脆皮糊里面 然后给它蘸一下 蘸好之后 放到碗边给它刮一下 这样我们在炸藕夹的时候 就不会留小尾巴 每一个都要像这样做 这样做出来的藕夹非常的漂亮 丢的时候我们轻一点放 每一个藕夹中间一定要给它留够空间 炸至藕夹漂浮起来之后 我们给它翻个面 然后再把飘起来的藕夹给它捞出来控油 第一遍我们炸的时候不要炸上色 炸至定型即可捞出控油 所有的藕夹全部炸好之后 然后我们用个漏勺 把上面的碎渣渣给它捞掉 把油温继续给它升高 进行二次复炸 油温升高之后 然后把炸好的藕夹倒进来 进行二次复炸 炸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筷子不停地给它翻个面 这样可以使所有的藕夹束热均匀颜色一致 我们一直把所有的藕夹炸至颜色金黄酥脆 就可以捞出控油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直把所有的藕夹炸至像这个样就可以了 表面颜色金黄酥脆 然后我们把它捞出控油 大家听一下声音 非常的酥脆 控好油之后我们把它摆入盘中 单上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大家看一下 颜色金黄又人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哦 哇 已经忍不住了 先替大家尝一下 大家听一下声音 外皮非常的酥脆 咬一口真的是外焦里脆 咸香味美啊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尝一口真的就停不下来了 我们用这种方法调出来的脆皮糊 炸出来的藕夹 即使凉了也不回软 做法也是超级的简单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非常的喜欢吃 每年莲藕大量上市的季节 我们都会用这种方法炸很多这样的藕夹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家家户户都会炸很多 用来炖菜 打汤 或者是红烧 都是非常的美味可口啊 我们也可以直接当零食拿着吃 真的是超级的美味又解馋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哟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